《 美麗新世界》 當年在 NDS 上推出的風格獨特的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 美麗新世界》 回味近 14 年最近推出了正統製作 《 新美麗新世界》 遊戲背景設定在前作故事結束好幾年後 全新篇章在新舞台奢古展開序幕 主角一星人在硬錯陽差之下加入了這場死神遊戲 為了回到原來的正常生活 臨時成軍的他們只能盡全力贏得遊戲 並在眾多隊伍中脫穎而出 玩家得在以天為章節的故事中 解開遊戲給予的指定任務 解決名為諾伊茲的怪物 或是與其他隊伍競爭 完成一道道謎題 為了解開這些謎題 需要運用掃描探視人心 找尋諾伊茲出現的地點 隊友可以負責拼湊記憶 或是進入他人內心剷除潛在的威脅 而主角本身則是可以在特定條件下 發動另一次倒退時間的能力 重現當天的事件 做出不同的抉擇來改變命運 與前作不同的是這代戰鬥系統 依賴的是徽章 隊伍之中可以挑選隊友佩戴徽章 搭配啟動不同特性的超能力 交互應用這些徽章來與敵人戰鬥 如果在正確的時機切換隊友攻擊 就能夠增加同步率 同步率撐到百分之百甚至超越時 就能夠發動混打徽章的超強能力 一舉扭轉戰局 而徽章有三百種以上 會藉由戰鬥或是指定任務獲得 在戰鬥中升級精通這些徽章 可以解開潛藏的能力 建議大家大膽實驗各種徽章組合 找出最佳的戰鬥節奏吧 當個東家 遊歷四方 召集各式門客與美人相伴左右 經營屬於你的商業版圖 古風鬥趣的歡樂大東家 讓你賺錢賺到手抽筋 如果見到既然下火之中 我們會選擇 小器人 可以請出席 ,周圍 有半規 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